坦白講他是比較國異 他就受不了人家去抹黑他 那個像空總那個什麼回饋案 尤其昏夜長來台北市政府 什麼東西都有談過 我就不曉得文化部李永德去打他那一條 對我們來講莫名其妙 後來講台北更奇怪 蔡務次長混沌不平的跟我講說 他都已經跟文化部的次長都已經談完了 這事情都解決了 他說是那個部長從來不跟次長開會是不是 我們事情都解決了 不曉得他在罵什麼 他就很生氣一直在念一直在念 他就是老師出身了 他覺得他沒有做的事情後來變成栽贓 其實昨天對我來講蠻意外的 平常他也沒有抱怨 不過有人是這樣 有人是很驚 他有問題他也不會跟你講 事實上我們之前就有一個代理系統 我這個人做事都有SOP的 其實我今天已經通知研考會主委 把那個代理系統那個SOP報表印出來 我先check一遍 現在那個研考會主委正在你 其實從洋淨老金 花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 我跟你講 工程預算都要全部追加 我們那個以花包的你知道 不是以邊預算的 算一算要追加110億 你要嘛就舉債 不然前從哪裡來 我最近為了這個重洋淨老金的事 特別去查了六都的這種財富狀況 你們每個人都舉債這麼多 怎麼一直 重洋淨老金一直往上畫 我跟你講喔 算了不要講 外國 外景聰 如果你會去借一大堆錢 以後叫你兒子叫你孫子去還債嗎 不能這樣啊 這個財政機率有一定的標準 要擠出一點錢來 不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那個是我們很嚴格的管制 才勉強看能不能擠出一些錢 我看你們有的限制 根本就負債累累 然後那個每年負債一直在增加 還在花什麼重洋淨老金 我就很有意見 因為陳時中說政務官是自由業 沒有啦我跟你講喔 沒有啦 人家以前喔 算了不要講 你可以講一下 因為他這個自由業這個感 我氣到不想講話不可以 為什麼會氣到不想 不要講 這個喔 我不可以 好啦不要講你 你不是各種 我現在交情不錯嗎 如果老師問這可能能回答你 因為我比較想知道 就是說你認同政務官是自由業這個說法嗎 沒有啦我跟你講喔 好好 我跟你講 正直誠信就好了 還是認真工作 還我要再講喔 這個是直接對中央政府喊話 陳時中選不選我不介意 那個中央指揮系統 防疫指揮系統到底要怎麼重整 要講清楚 都還沒準備好 民進黨就已經宣布了 你們已經在跑選舉了 這實在是好啦好啦不想講